嗨,我剛剛上車的,然後今天,今天倫敦真的太涼,但是下兩步的話,我會有一點點出海 剛剛就上了巴士,上了一路巴士,現在正在進去Waterloo Waterloo之後,我會走到威斯文斯德斯,然後那裡有個位置可以看大雲中,就是Big Band的一個好看的地方 所以我現在就離開,大概要40分鐘左右 還有這裡的人,他們坐巴士,他們坐在任何個位置 我想,因為我有一時很尷尬,因為我坐在外面的位置,因為我以前也要坐在外面的位置 有一次,有一個人就想坐在外面的位置 我就這樣退開,讓他們進去,其實這樣很尷尬 因為這裡的人通常都是會,就是會坐在外面,然後讓別人坐在外面的位置 那我之後坐車的話,我當然會坐在外面的位置 等別人看完,可以直接坐在我旁邊,那就不會太尷尬 嗨,坐在外面的位置坐在外面的位置 那我就終於在Waterloo那裡下車 500咪,就會來到這個Big Band和這個國會大廈的位置 因為我去年10月份來,它就已經整整了 那它現在還在整的 那這棟橋呢,就是那個威斯敏斯塔橋的 那今天星期日呢,也算是遊客都比較多,但是就還好 而且今天天氣呢,就是可能十幾度 都不會很冷 有太陽的話,就很暖 但是呢,我看到路上的人都是穿很多 那我就穿這樣穿一件 在網上介紹,這裡就有洞 那從這個洞呢,拍出來的這個 Big Band這裡,就是挺好看的 但是我剛剛拍完,然後就回去那裡 還是再後期一下,可能都比較好看 那我下一站的話,就可能會去 就會去那個聖保羅大教堂 但是聖保羅大教堂呢,其實我去年都已經去過 那我今天就不是進去 那我就找了一個,在網上找的一個比較好看的角度 去拍那個聖保羅大教堂 那我現在就出發一下 我現在就準備去吃那個 龍蝦漢館館館 因為我很餓,就是8點的時候 早餐的時候 我現在就準備去吃那個 龍蝦漢館館館 因為我很餓,就是8點的時候 早餐的時候 我現在就準備去吃那個 所以我們到現在都還沒吃 還不煩 現在應該是下午2點半個字 不知道那間店下午開不開 都可以去看看 第一次一個人出來吃 餐廳吃飯 就來了這間漢堡館館 那它就是龍蝦漢館館 那我就叫了這個 East and West 那就是 裡面有 Pie Apple Coconut Apple 還有這個 我不知道叫什麼 還有一個 最後一個是Lemon 它就是這樣 後面有一塊 波羅 我試一下 我現在在等我叫那個 很昂貴的 他們的經典的 級目的 龍蝦 剛剛上了龍蝦漢館 給大家看看它是怎樣的 因為它真的很大幅 就是可以選擇的 那我就 嘗試一下 現在就要試一下 嘗試一下那個 這個大片 是這麼大的 其實很大了 就是這樣 一瓦的 三瓦 那這杯飲料呢 這杯飲料呢 這杯飲料呢 這杯飲料是5磅的 那加上了4000磅 我不知道它應該是3個很費 那這杯飲料呢 因為這個餐呢 因為它很親切 那就不太飲料 那平時我不會吃到這樣的 那平時可能是吃一個 一塊蛋 就5磅 那今天呢 41磅 在這裡吃了一個 8個蛋 8個蛋 就是8個蛋 嗨 我來到倫敦 倫敦塔橋 那很多人就覺得這個橋呢 就是 不知道它叫倫敦塔橋 但是其實呢 就是以為它是倫敦橋 但是其實這個呢 是叫倫敦塔橋的 我給大家看一下 它就是很 很靚的 因為它裏面是一些 一些藍色的 一些 我不知道叫什麼 總之是很靚 它在遠處都是很靚 然後 然後 那邊呢 就是碎片大廈 不過好像有點 有點夢 那我們就繼續 我們來到倫敦塔橋的中間 那它上面呢 上面呢 是可以 上面這些呢 是可以上去買門 上去 那它下面呢 就是透明的 就可以看到下面的 那 那 它就是 其實可能 從遠處看 是更美的 大家看看 這個 它就是這樣 我現在就走到橋的中間 我們繼續走 今天呢 大步走呢 應該來到最後一站 那這一站呢 就是 在 我回去的路上 的 經營那個公園 因為今天呢 在那個 那邊呢 坐了一輛車 去那個 Waterloo 那Waterloo 之後呢 我就從這個 Big Band 跟著走過那個 威斯文斯特大橋 跟著再走去 那個 聖堡羅大教堂 跟著聖堡羅大教堂呢 那邊呢 那邊呢 吃了個 龍蝦漢堡之後呢 就一路走走走走走去 那個 London Tower Bridge 那 那現在呢 我就經過了 這邊的一個很美的公園 就是叫做 Southwork Park 那 這個公園呢 綠色呢 真的很多 是啊 就是很舒服的一個公園 特別推薦大家來這裡 剛剛呢 還沒錄完 不過 這個公園真的 綠色 很美 是啊 就 如果大家有機會的話 有空的話 一定要來這個公園 你看 是啊 真的很美啊 這個公園 叫做 Southwork Park